其實不只是巴勒斯坦人不喜歡夏龍 就歷經了這樣的事情 可能真的是很難會去喜歡夏龍 那麼另外一方面 夏龍的老長官 可能也不是那麼喜歡他 就也是以色列的錢 中英那麼比金 他說他其實不是那麼喜歡夏龍 但是他卻又任命夏龍 當他的國防部長 這是為什麼呢 我記得我有看到一個報導 他那時候就是有跟受訪的記者 很無奈的說 因為如果不任命他的話 他可能會就是 可能就包圍我的總統府 逼我什麼什麼 當然這個是 因為這個是外電的報導 我們不知道他的真假或者是什麼 但是你從夏龍他一路的 軍旅跟政治的生涯 他其實就是一個軍事的強人 你看他30年 然後他的軍功標柄這樣子 然後他後來 他等於是挾著 因為以色列他建國 他是非常的坎坷 所以以色列軍隊 他的國防軍在 不是只有在中東 他在全國都是赫赫有名的 你以色列國防軍到哪裡 人家可能都會覺得 很厲害 因為你就是有實戰經營 你每天都是在打這些什麼什麼 對 所以他這樣子出來 他就是一個少將 等於是第二高的一個關節 他當然就是 雖然去選了國會員開始投入政治 他背後的整個軍方的勢力去支持他 你覺得有哪一個政治人物敢不買他的帳 這個不是只有在以色列 在世界各國都是這樣子 就像明天泰國他可能會有一個 就是很明天泰國他就會有一些包圍 對這個反抗軍 然後世界已經有45個國家發布了旅遊警報 因為為什麼這次會搞這麼大 就是因為大家覺得這次可能有軍隊在背後支持 所以反過來看以色列也是 夏龍他是一個這麼受到軍隊支持的人 然後他自己就是一個什麼 所以當然一定是任命他 就不管是國防部長還是農業部長或之後什麼什麼 就是他就是有實力啊 在政治上就是有實力的人就是最大聲啊 而且他已經是官拜少將了 然後他在軍心裡面非常的 非常的就是等於是號令一出 他得到軍心了 所以你任命他 也就是就是雖然你個人可能很不喜歡他 但是你不得不任命他 對